大家好 欢迎收看调台球 我是亮哥 本期为大家带来2006年北二郎公开赛 丁俊辉对阵奥萨利文 这一场比赛丁俊辉发挥的相当的出色 多次利用小分子来进行交位 很多次大家一定要仔细看一下一会 还有呢就是 他最后呢 用奥萨利文的速度来击败了奥萨利文 他甚至比火箭的速度更快 相信这样速度的丁俊辉 很多的爱好者都没有见过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精彩的比赛 奥萨利文进攻失误以后 给丁俊辉留下了中代的机会 丁俊辉这一杆球只能推进 这时候就开始了他的表演 现在开启萨利文 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 丁聚輝黑球進了以後 母球的位置還不錯 這時候已經開始入局 接下來的幾個丁聚輝就開始為黑 也正因為這幾個黑球因為是最高分值 讓雙方的比分有了差距 18 25 26 在雞打黑球的同時 丁聚輝順勢可以散的紅球堆 愛好者一定要注意 有機會和有把握的時候 一定要盡量先K閃球堆 讓自己獲得更多的機會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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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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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杆母球的走位不是很合适 因为刚才母球和黑球的角度有一点直 定义会用一个中低该右晒的湿灯 它发的力还是小了一点点 如果再大一点打左边的红球就更好 42 他只想要买到白的红球 我认为他仍然有了红球 会不会过红球 我认为它仍然有红球 我认为它仍然有红球 所以42红球 然后是红球 他仍然有红球 丁俊辉刚才没办法进攻 然后用咖啡球做了一杆 那么奥萨利文在解球的时候 用了一个中低杆右晒搓干 搓干来打 让母球的旋转更加强烈 如果力量再大一点的话 还可能把红球打得近 现在红球留在了带口 又给到丁俊辉的机会 这一杆丁俊辉用左手把红球打进 因为奥萨利文也是左右开攻 丁俊辉接下来还会使用奥萨利文 另外一种方式来打球 可能也是当时他对偶像的一个致敬 我们看到了一种方式来自贸易对 我们看到了一种方式来自贸易的 我们看得到很多方式来自贸易的 他认为了一种方式来自贸易的 是他在那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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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了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好,他正在看得出了5-3 这一竿又给红球形成了一个反角度 还是要下去用低分子彩球进行过渡 6-3 the lead, only 59 on the table 好, what an amazing comeback this has been from Ding, from 3-1 down at the mid-session interval 4 in a row and he set the rockets rocking a little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丁俊辉的速度明显产生的变化 27 28 啊, nice little touch there and he's playing this for fun now he knows he's won the frame and this is just finishing off in exhibition style for everyone just wait for it, Ding, wait for it you're rushing Jan Perhas here 哈哈哈哈 黃球没有打进 留在了呆口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